想知道肖战在拍摄《藏海钻石》经历了哪些辛苦与挑战吗? 近日,他因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医院打退烧针, 甚至在病床上打点滴,这一幕幕都让人心疼不已。 究竟是什么样的幕后故事,让他不顾身体,依然坚持敬业拍摄? 快来观看我们的独家视频,揭开肖战这位敬业偶像的真实付出与感人瞬间。 不容错过。 肖战,作为当前炙手可热的年轻演员, 一直以来以其出色的演技和敬业精神备受瞩目。 近日,有消息称肖战在拍摄新剧《藏海传》期间, 不顾身体不适,因高烧进医院打退烧针, 这一消息一经曝光,立刻引发了广大粉丝和媒体的热议。 据悉,肖战在拍摄《藏海传》期间, 因为连续多日高强度的拍摄工作,导致身体透支, 最终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被紧急送往医院。 医生检查后发现,他不仅发烧, 还出现了严重的疲劳和脱水症状。 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 肖战在医院里接受了打点滴和退烧针的治疗。 令人感动的是,即使在病床上, 肖战依然心细剧组合拍摄进度。 在病情稍有缓解后, 他便迫不及待地返回片场, 继续投入到紧张的拍摄工作中。 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 肖战在拍摄现场坚持不懈的精神令人敬佩, 即便身体状况不佳, 他依旧全力以赴地完成每一个镜头, 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 肖战的这段经历不仅展示了他对工作的热爱和敬业精神, 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明星背后默默付出的辛苦与艰难。 在光鲜亮丽的荧幕背后, 肖战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演员, 什么是敬业精神。 他的坚持和努力不仅为藏海传增添了不少色彩, 也为众多粉丝和观众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 粉丝们在得知肖战的身体状况后,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他的关心和支持。 一位粉丝留言道, 肖战,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 请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健康最重要。 另一位粉丝则表示, 因为你的敬业精神, 我们更期待《藏海传》的播出, 也相信它一定会是一部精彩的作品。 双引号 肖战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态度 不仅赢得了粉丝的心, 也获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许多导演和演员都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 称他为新一代演员的楷模。 通过这次事件, 我们不仅看到了肖战在演艺事业上的付出和坚持,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他在《藏海传》中的精彩表现。 相信这位敬业且充满激情的年轻演员, 会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杨子工作室更新引发热议, 探究国民小花旦魅力的背后思考。 杨子工作室最近又有新的动态更新, 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 杨子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女演员, 凭借《家有儿女》中的小雪一角走进了观众的视野, 并在后来的热播剧中表现出色, 成为了娱乐圈的一颗耀眼明星。 这次的更新再次让网友们兴奋不已, 他们纷纷在评论区中表达了对杨子的喜爱和肯定。 一些粉丝激动地表示, 杨子越来越美了, 真是美到让人心动。 还有一些网友开玩笑说, 杨子工作室更新的速度真是高产啊, 每天都能看到他的新照片, 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双引号 除了外貌引起的关注, 杨子还因其出色的演技备受赞赏。 许多网友都称赞他的演技非常出色, 每个角色都能够演绎得淋漓尽致, 令人难以忘怀。 不管是甜美可爱的少女形象, 还是坚韧不拔的女强人形象, 杨子都能完美诠释, 展现出他过硬的表演功底和多样的演艺风格。 尽管在娱乐圈如此成功, 杨子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质疑。 一些网友表示担心, 杨子这么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对他的演艺事业会不会有负面影响。 在娱乐圈这个光鲜亮丽的舞台上, 如何保持自己的热度和影响力, 并同时保持平常心, 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杨子似乎没有受到这些质疑的影响。 他依然充满热情和执着地追求演艺事业, 不断挑战自我,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他的努力和才华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多次获得奖项肯定。 对于杨子的未来发展之路, 人们对他充满期待。 他不仅拥有甜美的外貌和扎实的演技, 更有一颗不断追求进步的心。 相信在未来, 他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 成为娱乐圈中一颗闪耀的明星。 在此, 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在评论区留下 对于杨子未来发展的观点和看法, 一起探讨这位国民小花旦的演艺之路。 杨子工作室的最新动态 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这不禁让我对他作为一名国民小花旦的魅力, 产生了一些深刻的思考。 作为当今中国影视圈中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之一, 杨子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 从杨子的演技来看, 他自小出道, 经历了从童星到成年演员的艰难转型。 无论是在《家有儿女》中的下雪, 还是在《湘密沉沉浸如霜》中的紧密, 他都以其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 杨子的表演自然流畅, 情感真挚, 他能够深入角色内心, 赋予角色生命力。 观众通过他的表演, 不仅看到了角色的悲欢离合, 更看到了杨子作为演员的专业和敬业。 其次, 杨子的亲和力也是他吸引粉丝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很多明星不同, 杨子在公众面前展现的是一种真诚、 亲切和接地气的形象。 他时常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 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点滴, 让粉丝感受到他的真实和亲近。 这种真诚的态度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也让更多人愿意去支持他, 喜爱他。 此外, 杨子的努力和奋斗精神也值得称道。 娱乐圈竞争激烈, 光环背后是无数的汗水和泪水。 杨子在面对事业瓶颈期和公众质疑时, 从未放弃对演艺事业的追求。 他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突破自我。 他的这种坚持和奋斗, 不仅成就了他自己的事业, 也激励了许多年轻人, 让他们相信通过努力和坚持, 终将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然, 杨子的成功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团队。 他的工作室在他的职业规划、 形象管理、 公众关系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次工作室的更新, 引发了如此广泛的热议, 正是因为团队在宣传和运营上的高效和专业。 他们不仅懂得如何塑造和维护杨子的公众形象, 更懂得如何通过各种活动和互动, 保持杨子与粉丝之间的粘性。 最后, 我们也要看到, 杨子的魅力还体现在他作为公众人物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关注社会热点, 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传递正能量。 这种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也让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爱戴。 综上所述, 杨子作为国民小花旦的魅力, 不仅仅源自他的外在形象和演技, 更源自他的真诚、 努力和责任感。 他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他个人品质与专业团队合作的结晶。 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 杨子将继续在演艺道路上绽放光彩, 带给观众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感动。